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群被人爱的鸟宝 加上被鸟爱的一群人 我是这么定义鸟聚的 在2021年年尾 鹦鹉插画家Snoobers 在永和的派洛特 精心筹备了年末的鹦鹉聚会 这是一场既温暖又快乐的活动 疫情趋缓后的台北 中文又可以在符合防疫规定的状况下 举办活动了 这里鸟宝可以尽情地高歌 鸟奴更可以放心地让鸟宝交朋友 而我 也非常荣幸地带着默默一同参与了这场鸟聚 我家的其他宝贝就委屈一点 先在家里顾家啦 大家还记得默默吗 前一阵子收养的咬毛辉宝 一直以来 默默的个性就比较胆小一些 有时候在家里一个动作太大 默默就会吓到起飞 所以这次带他出门之前 也思考了好一阵子 最后才决定带默默出来 其实默默是一个很暖心的孩子 在家里 常常会悄悄地走到我身边跟我撒撒娇 今天带默默出来 默默表现得也非常好 除了都没有咬毛之外 更也表现得非常稳重 没有乱飞吓到其他小朋友 这真的很值得鼓励 我们可以一起给默默说一声加油 在今天的鸟聚中 我们也一起看到了好多漂亮的 鹦鹉伙伴 有漂亮的灰鹦鹉 跟着默默一起吃着 帕洛特老板娘招待的鼓务大餐 也有一样来自非洲 造型跟凯克有那么一点点相似 却不那么常见的赛内 当然上次拜访帕洛特 一直黏着我跟我一起玩的和尚店长 也不遑多让的继续攀在我身上 迟迟不肯下来 还没看过之前那一集的观众 可以赶快回去看我们 当初初见面时的精彩回顾喔 在这场活动当中 中型鸟堡的种类也还真不少 像是叫声穿透力极强的金太阳 就来了好多只 颜色也好鲜艳 感觉得出他们热情的风格 除此之外 还有一只体格比较小格一些的红尖金刚 他好爱他的主人 他的主人也好爱他 穿着可爱的衣服 出现在门口桌边的小台子上面 时不时给主人摸摸头按摩一下 看着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疗愈 讲到红尖金刚鹦鹉 算是小型的金刚 今天这场活动里头 也还有大型的金刚 琉璃金刚 而且还不止一只 他的嘴巴跟他的嘴巴一样 太大了 他也有点害怕 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中一只的鸟堡好活泼喔 像极了看五月天演唱会的粉丝啊 大喊着内心的快乐与无法压抑的激动 也把现场的大家斗得好开心 好好笑喔 大喊叫我太好笑了 太可爱了 另一只则是派洛特老板娘领养的鸟堡 相比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害羞啦 但是这也让我想起了摸摸当初刚领养的时候 也是常常带着猜疑的眼神看着我 虽然的鸟堡总是需要经历一段的适应期 咬毛的鸟堡更需要花更多时间调整新的相处方式 不动 大家在那里上来 你们一起当朋友 去交朋友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去交朋友吧 可以吗 可以吗 你要不要去交朋友 要不要 要要要要 要要要 你要找谁交朋友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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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最大指的 最大指的 要不要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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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学习着 与无法控制的焦虑姚毛习惯和平共存 也悄悄的 温柔的 合乎着 而来不易的爱 今天的鸟剧真的让我感受到很多感动 好多人给摸摸加油打气 轻轻的告诉摸摸 我们都很爱你 其实 照顾咬毛的鸟堡 我认为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在这些日子以来 也会同时接到其他鸟堡咬毛的消息 鸟毛的鸟堡 因为外层的羽毛已经被咬下来 所以雨屑少了防水层的阻挡 常常一排翅膀就掀起一阵风暴 鸟堡的底盘 可能时不时就会出现新咬的羽毛 比起一般的鸟堡照顾起来真的更不容易 但最难克服的反而不是这些照护工作 而是大家怎么看待这些宝贝的眼光 现场也有看到另一只和尚也有咬毛的状况 不得不说 咬毛的行为在鹦鹉街不少见 很多寺主遇到这种状况也都会感到很无助 看到鸟堡咬毛的寺主 心里比任何人都还要不好受 不过参加了今天的鸟剧 让我知道了其实世界还是那么样的温暖 鸟友们不吝啬地给雨摸摸满满的爱 一起交流着不同的改善方法与相处方式 都让这次活动的回忆变得好珍贵 好值得被呵护 被细心地收藏着 鸟剧就是 一群被人爱的鸟堡 加上被鸟爱的一群人 哦 啊 你不要送给我 他已经去这吧 这是怎么办 把他通过了 他人不知 他肯定要交流 嗯 我你还没有看到我 感谢这次的主办方Snowbirds 也很荣幸遇到雪儿带着小明星英儿 一起参加这一次午后派对 为这场活动增添了更多精彩快乐的氛围 最后要特别感谢的是 永和派洛特的老板与老板娘 在台北少数的鸟包友善咖啡厅 温暖充满爱的气氛 很适合点上一杯咖啡 带着鸟包一起去交朋友也好 带个笔电去工作也好 几乎是台北市极少数的鹦鹉咖啡厅 推荐给各位鸟友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想要看任何主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Facebook跟Instagram 看看你要把我们的生活动态 我是Jack 我们下次见啰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